我今次的主題就是聆聽進入人的生命 那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人分享 就是有些人在我們周圍很難搞 很難幫,很難相處,很難去影響他們 也有些人,另一方面是我們周圍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當我們傳福音的仇 或者跟別人建立關係的時候 發覺難於進入某些人的生命 這一次我們其實很著重的操練 我講出這個主題 就是聆聽可以進入人的生命 為什麼聆聽可以進入人的生命呢? 因為他將他的生命講出來 就是我們去入得他生命的機會 入得的機會就是當他開放他的生命 講到他的問題的時候 首先我們的心態很重要 其實最重要是心態 聖經說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就發出善華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就發出惡 即當人心裡面很善良 他就很自然地會祝福的 很想祝福人的 當他心裡面很多怨恨、不開心 他就會爆些東西出來都會不開心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 那個人很難相處 其實有時候我們給他影響 我們都會比較難相處 即是會激氣、怒吵、態度不好 所以我們都留意我們內心 這裡第一點就是 無論他怎樣不好都不定罪和想祝福他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鎖匙 就是聆聽 那個人是不好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不好的人很多 假設這個人 他是不好的 不好已經不好了很久了 很久都不好的 這個人呢 他不好的時候 我們有幾種取態 即是人有幾種取態 一個取態就是 好像他這樣 我放棄了 我不影響他 我不喜歡他 我生氣他 比如這樣 一個種取態 另一種就是 我學習不給他影響 但另一種取態就是 我學習不給他影響 同時我找一下有沒有鬼可以影響到他 這件事是難的 不過 神的大量的確是真實 不過有時候我們在日常生活就會說 這個人都很難搞的 真的都很難改變 的而且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上網去看一些見證 譬如 其實呢 在台灣有一個叫Good TV 那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見證 也都是一些很難搞的人 他是用普通話的 有英文就有 It's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的 就說到有很多人的生命都很有問題 但是呢 他們很有問題 某一個時候神的做事 很神奇的做事 所以我們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說死他一定不能改 還有呢 就說我放棄他了 就是我心裡說 我總是可以有機會去改變他 其實聖經裡面的改變人物 那些人呢 殺該也是一個壞人來的 但是呢 耶穌都會有心去改變他 其實耶穌改變的人 有些都是不是好的人的 那個行淫時被捉的婦人都不是好的 那個薩瑪麗婦人又不是好的 所以這些人其實 有很多人已經放棄的 這個薩瑪麗婦人呢 那些人都不入行的 他在中午的時候來擔水 就是平日那些人來擔水 他又不來擔水 因為他怕跟那些人相處 他就等到那些人不在的時候 他才敢去擔水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他跟人相處都有問題的 但是耶穌就會祝福他 就是耶穌的能力是足夠 有些人說耶穌有能力幫我 我沒有能力 我搞他不行 但是我希望大家會用正面去看 就是說我都可以影響到他的 某程度影響到他 就算我影響不到他 我嘗試神已經喜悅了 這句話想跟大家說 就算我影響不到他 我嘗試神已經會喜悅和賞賜 同隔壁都說 就算我影響不到他 我嘗試的時候 神都喜悅和賞賜 就算我們做得不夠好 但我都嘗試去做 總好的話 鼓起拋衰 嗯 嗯 我見到他 我就生氣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不會有行動的 第二 跟著呢 相信人人都有痛苦和需要 你說我痛苦大是他 他做得我很辛苦 不過他都是很痛苦 現在我們有耶穌 我們的痛苦雖然又大 不過有耶穌呢 耶穌是可以把痛苦減少的 就是他有需要的痛苦 然後靈聽的時候 留意他表達什麼困難和感受 他表達了什麼 有時有一句說話 譬如說很激氣 這句說話 很多人都聽到 激氣 你只是自己拿來搞 會這樣 但是呢 當他說很激氣 其實他把他的內心開放了 他就告訴人 我很激氣 我裡面很激氣 那時候呢 你用一個激氣的口吻 就說 你激人 你就叫被人激 這樣 激回他的口吻 但如果我們用一個心態 就說 他現在是被人激了 他很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你現在有些不開心 我感受到你的不開心 那他的感覺很不同的 就是說 我們會留意到這個人 這個人是不好的了 不過 他不好得來 他都很辛苦 那我 聆聽到他 我關心他 我都可以影響他 接著呢 就是尋找關心 和進入他生命的路 有時就是有這些的事上 譬如可能你和你家人的關係 有很多都不好的 但有一天他在那裡濕 哎呀 真的激死人了 那你跟著呢 你就 看著他 你說 我聽到有些事情激傷你 我都覺得 就是覺得 不是好的 我都不開心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有些什麼不開心 可能一向不好 不過那一下 忽然間鬆了也不一定 曾經有一個 呼音唱歌的人 他有講到 他說他跟他爸爸一向都不好 因為他小時候爸爸真的對他不好 但有一次呢 他就信了耶穌 後來他就有一次 在這個 吃這個 團連飯的時候 吃完呢 就出去 走花市了 跟他爸爸和家人走 那這個 這個 姐妹呢 這個唱歌的人呢 他呢 就說 死就死了 一走到他爸爸 抓住他的手臂 跟他一起走花市 從那天開始 他跟爸爸的關係完全改變了 就是 有時候 人的關係可以一句說話 一個行動可以改變 就是我希望大家相信 是可以改變 雖然呢 我都會說 我們不是給人壓力 只是說 是可以改變的 你有這個心 總是有改變的機會 這個呢 就是給真實的愛 真實的愛是什麼呢 我知道他有什麼需要 我就在那時候 令他覺得舒服 其實基本上就是令他舒服 其實呢 講說話 我們跟別人溝通 可以普通 譬如跟家人溝通 有三類的說話 第一類的說話 是什麼呢 是一些事實的說話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 吃飯 一起收桌 譬如這樣 這些說話 這些是一種普通的溝通說話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就是令他舒服的 就是 今天你生日 我們慶祝你生日 就是 一些令他舒服的說話 另一種說話是什麼呢 是令他不舒服的說話 看你幾十歲的人 生日了 今天 你看看你的人是怎樣的 譬如這樣 生日都可以慶祝他 然後 或者 看到你的激氣了 真的 看到你很猛的 那些說話 其實也不會改變他的 不過只是將事情惡化 那很多時候 人就會不自覺 就會說一些說話 是令人舒服的 其實那個說話 有沒有目的呢 他講的時候 他都沒有想清楚 不過 他是無意中達到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傷害他 但是 可能不是刻意 不過就是因為裡面藏了一些憤怒 所以他就會這樣對他 那就是求主幫助我們 就算那個人多不好也好 我靠著耶穌 我將會神的榮譽 神是歡喜的 這樣的看法就會很好 好了 雖然人的問題很麻煩 譬如那個人真的很難搞 但是 這個就是他實際情況和需要 他真的很麻煩 他的麻煩很大 就是他的需要 就是他的麻煩 他的麻煩就是他的需要 這個也是因為他沒有從神得力 無論他是未信耶穌或是信耶穌 他未信耶穌 他便沒有從神得力 他信耶穌沒有從神得力 所以他便會這麼差 那麼多問題 第一 我不需要因為他的問題而激氣 是他的問題 第二 亦都是給我祝福他和傳呼音的機會 這個就是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祝福他和傳呼音的 這個就是危機和轉機 一個是危機 是事情更差的 一個是轉機 事情會變好的 那你在乎我們怎麼看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每一個東西 都是一個轉機 有些人看每一個東西都是一個困難的情況 一個危機 但是我們可以看危機就是有轉機 因為為什麼危機就是 那個人又貧困又不開心 第一就是我們知道 留心聆聽人才能夠回應他的感覺 我們一起讀瓦國書一章十九節 我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就是快地聽 留心聽他背後的感覺 他隱藏的感覺 他說一句說話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這個操練 他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 他有什麼不開心 慢慢地說 不要那麼快地教 很容易會教的 慢慢地動怒 動怒更加不好 人是很容易會說的說話 令到人傷害 我希望今天有一個人來到當中 在我現在坐在那裡 他說一些說話 我只是作為一個例子 希望他不要介意 完全是純粹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到 原來人就是可以 那些說話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就會傷人 傷人的時候 就造成一種不好的後果 情況就是這樣的 兩個人 首先第一個人說出 我有些事情做錯 第二個人就說 我們兩個都有錯 兩個都有錯 其實很好 兩個都有錯 這個是一個入門開了 是一個機會的 那這個人可以說什麼呢 那不如你告訴我 我有些什麼可以改善 這就是一個好的入口 不過這個人就不是這樣說 其實我講這句話 完全不是想他不開心的 只是想說 原來人可以 就是沒有想到而講的 那他講什麼呢 那你有什麼錯呢 就是說 我們兩個都有錯 而這個人就說 OK 那你有什麼錯呢 那的時候 一指指了對方 那個人就發生氣了 原來本台是一個機會 但是後來變成一個不好的情況 那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太快說話 太快要說話 而不是聽到他的需要 而是太快想說我們的說話 所以我們自己都留心 到底我們是不是太快 會教人做什麼 教人做什麼 教人做什麼 另外呢 就是感受人的感受 朗話書12章15節 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哭的人要同樂 就是說 他開心 我就為他開心 我為他開心 我就有機會他都見到我開心 譬如他有些事開心 我又開心了一份 那我們都會 就是傳遞 我們對他的關心 他哭 你哭得出來就哭 你哭不出來就不哭 不過你都感受 我知道你很傷心的 我感受到你的傷心 那這個都可以是轉經 我都知道 有些人是真是壞人來的 他真是壞人 他真是做不好的事 他真是做破壞的 他真是做破壞的 經常做破壞的事 我們也不想和他一起哭哭 不過如果有這個機會 這個是神給的機會 他真是很傷心 那時候我們可以說一句什麼說話呢 有些人可以說 是的 他真是抵抵你 耍你 不要做什麼 你又做 那現在就這樣 這句說話呢 的確是說得對的 不過後果就是 他就插到他靜一靜 他就更加生氣一點 但如果那時候 我就說 我知道現在你很不開心 他會感覺 我感受到你這麼不開心 他會覺得你關心我的事 是可以成為一個轉機的 為何有些人很差很差 如果我形容 垃圾人 就是垃圾人 是很差很差 周圍的人 都真的我接受他 怎知道 有一個外人 會跟他交往 忽然間他會改變 都可以 因為這個人就是接納他 這個就是 人的接納 原來的不同 而很多人的心就是這樣 嘩 刺到 穿了孔 所以人是很需要人 感受他的感受 和回應他的 就算這個人很健康 很正常 當你說 我看到你開心 我就開心了 我看到你做得這麼好 我都為你開心 譬如我們中間 有些人被服侍的 你見到那個服侍者 這麼有毅力 你都可以跟他講一聲 我看到你這麼有毅力幫我 這麼聽我說話 我真的很開心 他都會做得很開心 因為他都好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是這樣的 多謝你們 多謝Rachel 多謝Samuel 多謝阿紹玲 多謝我們Sally 參與服侍 我們服侍的人 我們都很感謝 其實每個都是 去差遣做什麼呢 去治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就是 人就是這樣 而我們能夠出去 祝福人 是好事來的 他們出去祝福人 而我們都祝福他 欣賞他 聆聽 聆聽很多時候 我們會怎樣呢 他在說 我就想著我要說什麼 但好的聆聽是什麼 注目在他的一切 這個聆聽者 不注目在自己想達到的目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但我們就注目在他的需要 他的困難 他的不開心 聆聽的時候 有些什麼 這個之前我們講過的 不過這個是重溫化 之後才講過 有些是新的 這個是舊的 就是首先對他有興趣 就是他的東西 我關心他 我對他有興趣 打醒精神去聽 我發我太太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聽人說話很厲害 他聽到一些說話 我聽完聽不到的 沒有留心聽到 他就說他曾經 他也受過訓練 有些輔導的訓練 他說他們要錄音 錄音給那個老師聽 他說那個老師真的很厲害 他聽了幾句 立即停了 你們聽到什麼 那些人說 兩句而已 三句而已 他試試說 真是說不到那個老師 他能夠聽到的東西 所以他說 哇 這不是我的本行 真是聆聽得這麼厲害 就是有些人 那種聆聽的能力 他一聽 就算他停一停 就聽到什麼呢 他停一停 可以代表他 譬如嘆氣 在那裡 心不開心 在那裡 哎呀 瞞著 在那裡想回一些東西 可以是很多東西的 你看他上文 譬如他說 哎呀 真是很失望 然後他又不出聲 他就在失望之中 那這個呢 很多人聽到 就會聽不到 聽到什麼呢 是呀 這個人是這麼壞 他經常都失望 什麼東西都失望 什麼東西都不開心 這個人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本身 他是想著這個人不好 所以他聽到什麼 都說這個人不好 他不會想到這個人 其實現在是很傷心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進入的機會 真的打醒精神去聽 還有關心他的經歷和感受 就是他的經歷和感受 對於他很重要 對於我們不重要 有些人說他很俗很俗的說話 他死不死 就是他的事 不關我事 但是我們祝福人 愛人就是 雖然不關我事 但是我會關心他 感受他的感受 不要忽略他的感受和願望 他的感受和想的東西 以及回應他的感受 不要想著他有什麼錯 而不是首先想著要改他 而是首先去聆聽他 而這些是感覺 我們一起讀英文好嗎 簡單一點 Glad San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那這裡就是這個基本的六樣的感覺 希望大家記得 開心 憂愁 擔心 憤怒 懼 懼 懦恥 內疚 以及受傷害 這些都是人常有的一些類別 是類別來的 那你就聽人說話的時候 看他的表情 是屬於哪一種呢 我們就感受到他這種感受 也都聆聽的時候 留意到他講什麼 他有沒有講什麼 沒有講什麼 而這個圖表現出有五樣東西 用英文是比較容易說的 由左邊屬去 I do I sense I think I want I feel 那這裡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行動 我做了什麼 他講他做了什麼 他 sense 就是他察覺到 見到 聽到 聞到什麼 他認為什麼 I think 或者他信念什麼 I want 他想要什麼 I feel 他的感覺是什麼 也就是我那六類的感覺 就是 聽他說話 他原來很想 他家人關心他 他很想有人關心他 不過沒有人關心他 就是這個呢 我就聽到 他講這件事 聽到他 他覺得 人都不好的 這個是 think 他看到人對他都是不好的 他看到人都不關心他 這個是 sense 他就是 然後 他就了解他的狀況 了解他 對方和他的狀況 我們一起讀 他對自己失望 還有欺望 這個人講話的時候 他有沒有失望 因為有希望呢 他覺得人生灰暗 或者喜歡人生 其實不是很多人喜歡人生 就是很多人就會 繼續生存 繼續努力 不過 是不是真的喜歡 這個是小的 他是不是覺得人生灰暗呢 他對人有失望 或者有希望呢 對人發狼 因為喜歡人 喜歡神 因為埋怨神 上古就是自己 這個人 這個就是神的 他喜歡神 因為埋怨神 他深信神的幫助 因為他不深信 這些就是 他對於 自己 對於人 對於神的看法 這個就是代表他自己的 那聆聽的時候 有些事情是整體 就是他發生什麼事 他的情緒和狀況是怎樣 這個五樣有做的 就是那個知覺論 就是sense act 我做 察覺到 他的想法 他想要什麼 和感受 他怎樣看自己 看人和看神 和他傷痛和需要 就是我們聆聽的時候 都會留意到這些 好了 我們現在先練習 譬如有個人說 我很累 這是一個入口 這是一個入口 你想像你很累 譬如你買菜回家 或者你剛下班很累 的時候 你很想別人做什麼 你很想別人說什麼 你很想別人怎樣 譬如你這東西很重很重 你走回家 上樓梯 然後你見到一個 你熟的人 或者你家人 那你說 我很累啊 那你期望什麼 他幫你拿 是吧 好了 但你不是要拿 你是真的累 你期望什麼 你很累 你期望什麼 他可不可以減少你的累 減少不了 但你 安慰 是吧 安慰 怎樣安慰 不如你講一下 他很累 那可以講些什麼 其實你想想 如果你很累的時候 你會想別人會講些什麼 你想別人會感受到些什麼 關心 對 關心 怎樣關心呢 為什麼這麼累 是不是做事很辛苦 OK 這兩個是什麼 你為什麼這麼累 他是不是做事很辛苦 這兩句是什麼 是問題 是問題 問題 問題 OK的 問題是OK的 就是你了解 但是他已經還累了 你不一定要了解 他是做工累 行路累 等車累 你不用想他 他告訴你 我上班累 其實可以先回應他的感覺 我很累 你可以說些什麼 看你都很累 你真的很累 是的 你真的很累 這個就是觀察 我觀察 我希望大家聽到人說 立即 那你第二天就會留意 我觀察 看你真的很累 還可以說些什麼 你怎麼樣 剛才我扶著你走一走 讓你不要那麼累 OK 那這個是什麼 關心 這個是 我願意幫助 這個是幫助 我扶你 這個是一個幫助 都可以的 很多人來說是可以的 有些人就 未必想 即 他只是說他累 其實呢 就是感覺 他累 我知道你很辛苦 是的 做完一日工作很辛苦 即是你感受 我都 即是看到你真的很累 這樣 這個就是我感覺 即是我認同他的感覺 我知道 不容易的 OK 跟著之後 你可以說其他 意思就是說 他一說累 就是一個開放他的生命 如果有個人不喜歡跟你說 他不會說我很累 他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這件事 是他個人的感覺 好 我有些失望 可以怎樣回應呢 我有些失望 其實我今天的重點 就是我入他的生命 我想入他的生命 或者去回去才累 我累 那怎樣入他的生命呢 當我知道 你很辛苦 那怎樣入他的生命呢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呢 這個呢 就是 offer help 幫助他 他很累 那有些人就會 即是說 你幫我 但有些人 他未必是想你幫他 未必一定的 那這個情況 你回應了他 我知道你很累 我看到你也很辛苦 這樣 這樣 回應了他的累 就回應了 即第一步的回應可以的 那就可以做回你初頭那句 是否做工很辛苦 你看情況 你五六點下班 那當然是做工很辛苦 照兒子走路 那你就是照兒子很辛苦 那當然了解了 是否上班很辛苦 照兒子很辛苦 賣菜很辛苦 譬如他清理一些菜 即是賣菜很辛苦 那這一個呢 就是可以 怎樣再入口呢 譬如說 我上班很辛苦 可以怎樣 這裡就可以進入 關心他的做工 你的工作是否很辛苦 這個就了解了 你的工作很辛苦 即是做得很累 那這個時候 這個成為將來關心 即下一次你就可以問他 他亦都說的時候 是這份工作真的做到我殘了 那你就了解了 怎樣殘了 即是他們怎樣對你 那些工作怎樣 他說 是真的 真的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 做到一隻東西 很辛苦 那時候呢 我們知道他這個情況 我們就關心 感受 讓他知道我關心這件事 以後都可以關心他這件事 那他就覺得 跟我們有相連 即是這個成為一個入口的地方 那當然有些情況 他真的累到不得了 你見到他 他說我現在睡覺也睡不到 哇 走路的人好像沒有太力 那樣的 那時候呢 我可能成為一個 呼音的機會 那樣就 啊 真是很累 我看你真是很辛苦 睡覺也有困難 這樣 那樣 啊 以後我們找適當的時候 我們分享了 我都試過 很累 或者有人試過很累 因為祈禱真的鬆了 那樣 今天有個人都跟我說 他都說 其實幾個都說鬆了 其中一個效能再補一句 告訴我 即是鬆了 神真是會令到我們舒服些 你想我為你祈禱 即是這個成為一個入口 但這個呢 就不要太心急 看情況 適當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 因為原來有他的累 可以進入他的生命 知道他 譬如他是上班很累 有這種 另一種是臭小孩很累 臭小孩很累 又很不同 因為上班呢 和瘦小孩呢 有些甚麼不同 我想問一下大家 臭小孩很累 和上班的累 有甚麼不同呢 你說我沒有小孩 是吧 是啊 但是我會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臭小孩的累 和上班的累 問一下你 問一下你 你知道生孩子辛苦 但是你不知道生孩子 是呀 是呀 我不知道 不過我不用生孩子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生孩子生孩子 那當然是感受不到 不一定的 即是不一定 我們一全部發生過 我才感受到的 其實有些類似的東西 是呀 是呀 但是我知道的東西 就是 照顧小孩累 或者和丈夫相處累 有甚麼不同呢 是近身一點的 感覺是強一點的 上班累 下班就忘記了 這個分別 一個是個人性的 不過有些工作不是 我的工作都是下班 我都是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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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不下班 總之每一個人有不同 不過就是一個普遍的分別 就是他如果照顧小孩累 他有一種壓力感 有一種不開心 或者小孩都不聽話 令到他失望大一點 即是上班辛苦 他不會對人生失望 但是他的子女不乖 他是會對人生失望 即是會賣身很多 這個就是我了解 譬如他說 唉 照顧小孩真的很辛苦 那我就由這裏入他的生命 即是在他這些地方 就算這個人不好 我們都可以由這些地方 入他的生命 不過我的確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已經封閉了他的生命 對你封閉了 即是你說甚麼他都不合聽 不過有時候 你剛剛按正那個掣 是好的掣 他會忽然開門 他會覺得 你原來真的關心我的 即是他發現 原來你真的關心我 是會有分別的 好吧 我有些失望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應他呢 沒有了那份信任 沒有了那份信任 OK 好 這一個是回應甚麼呢 這一個是講甚麼呢 你沒有那份信任 你是講一個事實 一個事實 我呢 通常如果他自己已經表達到那個情緒 其實你不用重複他的事 你認同他 是呀這樣 是呀可以就是這樣 是呀是呀 是呀 即是說我們 其實我們第一件要分辨到 我們講的是甚麼說話 是認同他甚麼 就是我們問他問題 講出他的事實 還是講出他的感覺 你可以講出感覺出來的 這個回應感覺 這裡可以 是呀可以這樣 都可以說 是呀 說甚麼呢 失望真的很難受 這個就是感覺 失望是難受的 他會覺得 如果有一個人很失望 是的 我知道失望很難受 你感覺到那個感覺 會覺得很特別 我還記得很多年之前 我曾經有一次參加一個 一個輔導的訓練 那個是短的 那麼就有那個老師 就叫人出來 誰出來 我回應他 那麼就有一個女性走出來 那麼 我都不記得說甚麼說話了 就是一個女性說話 跟著那個男的 我就回應他 那個女的 你會怎樣回應 怎樣回應他 她說當你回應我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好像你 明白我裡面的那個感覺 即是你好像入了我的心 那樣 好像你看透了我 那樣 那個女性真的覺得很深刻印象 那這個就是 當她說我失望的時候 是很難受的 失望是很難受的 那她覺得 你感覺到我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 有這些說話 那些說話 你會很驚訝 你會改變跟某些人的關係 OK 可以 還有些甚麼回應 可以 大家想想試一下 其實回應了 改句 如果你說 我知道 失望是很難受的 或者說 我知道 心裡面會不開心的 很痛苦 很困難的 即之類 即困難 不開心 痛苦 這些說話 我們都可以用的 好了 在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進入了 怎樣進入她的生命呢 很簡單 用你拖頭那句 有甚麼 有甚麼事 你那麼失望 了解 有甚麼那麼失望 哎呀我家人 我上班 我健康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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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入了 我們就關心她這件事 進入她的生命 即是說 有些說話 我希望大家 留意到 尤其 有時候 我們跟人關係 都有很多級數 有些人關係 可以很好 有些人關係 極差 極差 不過有很多 又不是極差 又不是極好 是中間的 這些位置 是全部有進步的 你不能想想到最差的 有中間 有很多人 其實對於我們開放 當她一說她 譬如 哎呀 譬如你兒子 考試 考得很辛苦 那樣 我們可能 直接會說甚麼 很多媽媽就會說 是的 說著你從日 叫你不要打機 快點讀書 你一讀讀 你怎麼可以考試 當然不行 就很快地這樣說 那樣子 那可以說些甚麼 她說 哎呀 今天考試考得不好 可以說甚麼 不要緊 繼續用力 OK 這句是甚麼 你講每一句 我都會問你 這句是甚麼 是 這句不要緊要 這句是安慰 這句是安慰 跟著下一句是甚麼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是甚麼 你繼續努力 即是一個提醒你 繼續努力 這句其實是 其實我們很多事 少說好些 繼續努力 因為她已經嘗試努力 反而你會做得更好 這就是 爆肥燈的potential 但她現在 失望 她說考試考得很辛苦 今天考得不好 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不要緊的 你盡力就行 這句是好的 不要緊的 你盡力就好 但首先回應她的感覺 這句是安慰 回應她的感覺 就是她說 今天考得不好 她考得不好的感覺是甚麼 不開心 不開心 是呀 考得不好會不開心 是嗎 就是回應她的感覺 這是我們不習慣說的 是呀 我知道考得不好會失望的 會很激氣的 這就是回應她的感覺 然後呢 譬如考試考得不好 那可以怎樣進入她的生命呢 就是當時表示關心 了解一下 為甚麼今天會這麼難 是呀 那她說 是呀 讀了那些又沒有考 沒有讀那些她又考 又不懂得回答 又不夠時間 大家有沒有試過 考試過一次這樣 那你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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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試過 那她說 媽媽你也試過的 是呀 我以前也考過試 我都試過這樣 那她覺得跟你有得談 就可以進入 其實就是 就是她無論說甚麼 那個位置就是入口的位置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記住 就是她開放甚麼 那個就是入口的位置 任何她說出她的困難 開心不開心 今天我拿獎了 這裡怎樣 入一下 今天我拿獎了 可以說些甚麼 是呀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是呀 這句好好的 恭喜你 還有呢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是的 好好的 聰明 聰明 我為你而志豪 是呀 感濟主 是呀 OK 很開心 很開心 是呀 很開心 真的回應她的感覺 很開心 這些位置 全部我都可以為她開心 然後跟著告訴我 跟著問她了 了解了 今天怎樣 做得怎樣好啊 告訴我 這樣 很聰明 你真是聰明 你真是懂得讀書 懂得考試 懂得甚麼 這個就是欣賞她 你就知道原來她有這種能力 這個就是我們 能夠進入人的生命 很多父母的子女考試 只是說 下次考好些 全部的連繫都是你下次做好些 從來沒有藉著這個考試 了解她的子女的那種辛苦 了解她面對的困難 她的子女的努力 她的成功的地方 她的困難的地方 這些就是可以進去 當你的子女能夠信任你這件事 將來她就可以跟你溝通 其實任何人都是 有很多 其實當我們想一想 首先我希望大家改變主意 就是不要說 個個都是壞了 很多中間型 那些都可以改善到的 那些關係都可以改善到 好 在這一陣子我們又操練了 在這陣子的患者 還有第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